目前距离原定8月1号结束的紧急状态 还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在疫情依然严峻的背景之下 这个以对抗疫情之名而颁布的紧急状态 会不会再延长呢 最近就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昨天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友丁 他就指出 援手将会根据内阁的建议来决定 要不要延长紧急状态 并不存在援手握有斟酌权的说法 然而达基友丁的回应 却即刻引来了国会下议院副议长阿沙利娜的不满 阿沙利娜就质问 要是劝告援手解除紧急状态的权利落在内阁手中 那为什么还要在紧急状态之下成立独立委员会呢 这位曾经在纳吉掌权时期 担任法律事务部长的巫统领袖 就要达基友丁不要再解除紧急状态的这件事 随意搬动龙门 更改终结紧急状态的规定 那顺道一提 首相慕友丁在2021紧急状态条例下 委任了一个19人的独立委员会 那当时候慕友丁就说过 这个委员会的角色是针对颁布紧急状态 还有结束时期向元首提出提议 如今面对国门政府自家人炮轰 搬动龙门 达基友丁他随后就反击说 没有人在搬动龙门 他形容自己所做的只是在纠正游戏规则 以协助裁判做出正确的裁决 那他还强调要达到目标 不代表要搬动龙门 达基友丁过去两天的言论 不但是掀起了他跟阿沙利娜之间的隔空交锋 各界的反弹怒火更是越烧越旺 那身为独立委员会一份子的 公正党总秘书赛福丁 他就抨击达基友丁的言论 让人混淆 他要对方厘清现在到底是内阁还是独立委员会 劝告援手要在什么时候去解除紧急状态 因为部长现在的说法完全不把独立委员会放在眼里 而成为剑拔的这个达基友丁 在沉默了一个晚上之后呢 在今天下午他就重新 政府完全承认独立委员会的存在 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那他反指自己昨天的言论被断章取义 被错误诠释了 达基友丁就强调 政府从来不曾干预独立委员会的运作 而是全力配合 确保委员会可以履行任务 同时候 政府也会继续扮演行政机构的角色 一开始了 就是这种程度 看来这个我继续扮演的 解课第一次 我就知道 这是两个人的 课程 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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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课